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案件的主人公 名为海伦 洛尔克 尼尔森 他出生在丹麦 成年后去到英国留学 毕业后又去往美国 从事空姐工作 凭借出色的外形条件 海伦获得了不少男生的青睐 但狭路相逢勇者胜 在海伦的众多追求者中 一位名为理查德 克拉夫斯的男人 顺利杀出重围 俘获了海伦的芳心 这位理查德比海伦大九岁 是一名飞行员 虽然有些脱发 但家庭条件很不错 在外人眼里 理查德与海伦的结合 就属于史郎才女貌 天作之和 1975年11月 二人正式结婚 此时的海伦已经28岁了 再过七年就到了大龄产妇的年龄 所以为了健康考虑 海伦在婚后的七年间里 生下了两男一女三个孩子 二人世界变成了五口之家 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富足的成长环境 夫妻二人越来越忙 丈夫理查德在工作之余 找了一份写警的工作 而海伦的出差频率也越发频繁 据少离多 让夫妻生活出现了隔阂 现实像一块橡皮擦去了曾经的浪漫 1986年 两人的婚姻彻底走向了尽头 因为海伦发现丈夫理查德有了外遇 为了能让自己在离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海伦找来了一位私家侦探 去收集丈夫出轨的证据 海伦委托的这位侦探 名为奥里福 梅奥 此人在业界很有威望 号称没有他抓不到的奸 他最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 就是没有人比男人更了解男人 他在接到海伦的雇佣后 很快就着手展开调查 并且很顺利的就收集到 大批理查德出轨的证据 可当梅奥找海伦结账时 却发现海伦失联了 梅奥作为一名私家侦探 对美国警察的办事流程和方法十分清楚 一个成年人莫名失踪 如果报案人不能提供失踪人员遇害的证据 那警方只会进行简单的登记 根本不会展开调查 索梅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联系警方 而是在案中进行调查 梅奥最先怀疑的人就是丈夫李查德 因为根据往期案例来看 存在矛盾的夫妻双方中有一方遇害 那么凶手有很大几率 就是另一方 梅奥首先将调查重点放在了海伦家的垃圾桶里 经过多日的翻找 梅奥在海伦家附近的垃圾站里 找到了一块带鞋的地毯 虽然这块地毯并不能证明什么 甚至都不能证明这块地毯出自于海伦家 但实在人为 给梅奥一块地毯 它能撬动整个警局 1986年12月1日 梅奥带着这块带鞋的地毯 去到当地警局报案 梅奥谎称这块地毯 是在李查德家门口的垃圾桶里发现 并且还对地毯上的血迹大作文章 把当地警方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最终当地警方按照梅奥的要求 向上级申请了对梅奥家房子的搜查令 同时对丈夫李查德展开了调查 面对找上门的警察 李查德表现了异常淡定 他称自己最后一次见到妻子 是在11月18日 当时妻子没有什么异样 两人还相约 第二天带着孩子去李查德的姐姐家玩 但第二天一早 海伦就不见了 由于海伦的工作比较特殊性 所以李查德并没有太过意外 以为妻子就是突然被要求加班 随飞机出差 虽然丈夫李查德的描述 合情合理 但警方在对李查德家进行搜查时 发现李查德家的地毯少了一脚 而地毯的材质与缺少的形状 与梅奥交给警方的那块完全一致 此外警方还在房子卧室的床脚处 发现了五处细微的喷溅状血迹 根据血迹的喷溅痕迹判断 应该是一个人倒在地上 头部遭受重击后 产生的这些血迹 由此来看 失踪的海伦很可能已经遇害 但仅凭目前的证据 还无法认定是李查德杀害的海伦 毕竟发现血迹的地方是海伦的卧室 月经 流鼻血都可能产生血迹 另外 警方也没有在家中找到海伦的尸体 因此无法认定海伦是遇害了 毕竟死要见尸吗 为了获得更多线索 避免警力资源的浪费 警方决定对李查德进行测谎试验 希望能凭借这种方式 让李查德如实交代 从而兵不屑人破获此案 但警方没想到的是 这个李查德还真不是一般的小卡拉米 面对扯谎记录仪的检测 接连三次 他全都顺利通过 这给半案民警整的小脑都猥琐了 先说这里查的是什么品种 见此情况 警方只好找到当地著名的华人神探李昌宇 李昌宇在得知 有人能三次通过测谎一测试时 也是有点恍惚 心说这警察是不是搞错了 但当李昌宇深入了解该案后认为 这个丈夫李查德应该就是凶手 虽然现在还不清楚 他是如何骗过的测谎一 但破案讲究的就是知难而绕 条条大路通真相 既然攻破李查德的难度较大 那就从其他线索入手 海文家里有一个女保姆 名为弹玛丽托马斯 在海文失踪后他就离职了 李昌宇立刻找到这位保姆进行询问 据保姆回忆 在海文失踪的前一天晚上 他曾听到海文卧室里 发出过一些砰砰的撞击声 当时他以为是海文正在与丈夫 进行夫妻生活 也就没出去查看 第二天一早 他就发现海文失踪了 当时李查德称海文失去了姐姐家 之后李查德便带着保姆 与三个孩子前往姐姐 但在姐姐家中 保姆并没有见到海文 而李查德在将保姆与孩子放下后 便匆匆离开了 直到晚上才来接他们 但保姆从始至终都没有见到海文 第二天清晨 保姆在打扫卫生的时 看见卧室的地毯 上有一大块黑色的屋子 当时他还询问了李查德 李查德称 这是游子 之后李查德就将这块有屋子的地毯割掉了 海文的意外失踪 在结合地毯上的屋子 保姆有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于是他果断选择了辞职 根据保姆的描述 李昌宇判断 海文遇害的时间 应该就是在11月18号 因此接下来的调查重点 就是找到了海伦的尸体 于是警方对李查德在11月18号之后的个人行踪 展开了追查 通过信用卡消费记录发现 在11月19日 也就是海伦失踪的第二天 李查德曾花900美元 租用了一辆大型碎木机 同时还购买了一套新的床上用品 另外在海伦失踪前 李查德曾购买过一个大冰柜 但警方在搜查李查德家时 并没有发现这个冰柜 警方根据以上这些道具推测 李查德应该是早就预谋杀害海伦 他先是购买冰柜 用于处方海伦的尸体 再将海伦动应后 便利用碎木机处理掉了尸体 如果这个推测没错的话 那搞清理查德的碎尸体 就成为了破案关键 为此警方找到媒体对该案项曝光 并向民众征集线索 而很快一位公路禅雪公找到警方 他称自己目击过李查德处理尸体 当时是在索拉湖附近 他看到有一个男人 在用碎木机处理理了什么东西 由于不久前 当地曾发生过一起比较有争议的事件 就是一个男的 嫌邻居家狗叫的太嚣张 直接抄起狗 扔进了碎木机 当时该事件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有人觉得这男的是谋杀罪 应该重判 有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 上升不到刑事案件 也正是由于该事件 使得这名蝉雪公 对当时那名使用碎木机处理东西人 格外注意 通过照片辨认 蝉雪公表示 李查德就是当时使用碎木机的人 蝉雪公提供的这个消息 让警方是既兴奋又无奈 兴奋是因为终于确认了 李查德的抛尸体 而无奈是因为 李查德的抛尸体是索拉湖 经过碎木机处理的尸体残片 在进入湖里后 就如同泥牛入海 寻找难度不亚于当上美国总统 而就在所有人都感到力不从心时 李昌宇博士提出了一个 比较便捷的方法 他找来了一台同型号的碎木机 并扔进去一头冻株 根据碎株的喷射范围 划定了处理一个大致范围 这个方法 为警方大大缩减排查范围 之后开始了一场 详细深入的打捞行动 潜水队警犬骑上阵 最终警方找到了 2660的头发 69块碎果 以及一些牙齿和指甲 最主要的是 警方在水底发现了一把电锯 而这把电锯 也成为了证明 李查德是凶手的关键证据 警方在电锯中 发现了属于海伦的人体组织 而通过电锯上的编号 以及李查德的购买记录认定 这个电锯就是李查德购买的 在掌握一张证据后 1987年1月11日 警方逮捕了李查德 虽然李查德从始至终都不肯认罪 但警方根据证据认定 李查德就是杀害海伦的凶手 最终李查德被判处 50年有期徒刑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对此案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我是地球情报局 我们下期再见